現在民眾想要走到連鎖素食 業者麥當勞想要吃的話 不好意思 你可以看到現在門其實都是關注的 而且業者也貼出了公告 就是因為目前全台的市場餐廳 網路系統出現了異常 沒有辦法進行結帳作業 所以現在全台幾乎都是吃不到麥當勞 有民眾其實下午一點半就跟我們講的是 目前這個網路系統平台上面 也是不能點麥當勞的 目前當機狀況 其實是已經超過兩個小時的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餐廳裡面是空無一人的 就是因為沒有辦法進行一個作業的點餐 所以其實目前都是沒有辦法來進行營業的 這個初估的損失恐怕也是難以估計的 那我們也來聽一下剛剛民眾的訪問 很不愉快 搭捷運過來了 結果還是無法得到該有的服務 不知道要等多久啊 所以就去吃別的 說網路大當機 我倒是第一次遇到 只是覺得網路非常重要 對此數十夜窗口回應 下午三點多時 全台各餐廳正陸續恢復正常營運 那也包括一些外送平台 也做最後的系統檢測 門市店員也把公告給拿掉了 根據推算 當機大約兩個多小時 恐怕真正的原因還有待進步調查